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 您是去工作还是念书 对 我是最开始在这边读书 然后现在在这边工作 来美国有十年了 OK 好 在美国十年了 中西部的 来 这位耐师 您想说什么 我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了有很多人就是在说 就是说清零支持清零的政策呀 怎么好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来说一些反动的言论 然后就是来说一下另外一方的看法 然后结果追望 还有诺 还有刚刚这位先生 他们都说了一些 就是说大概是说清零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共存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有什么样的好处 然后这部分东西他们都超过了 都已经说过了 然后我就想的就是说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然后比较的比较的微观 然后我就想提供几个就是数据点吧 就是一些最近的一些出来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PMI 三月份的PMI 中国的PMI 经理人信心指数 那个消费 消费者什么什么 那个全名叫什么 消费者 经理人 什么经理人 不是它是一个经理人的那个大概是经理人采购指数 OKOK经理人采购指数 它是相当于是说 对50%它是一个空容线 就是说50%以上代表你们的这个制造业是比较新盛的 50%以下是比较差的 然后上个月我记得三月份它刚出来数据是49.5%还是多少 那是官方出的 还有一个财新出的同样的PMI指数是48.1%吧 也就是说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采购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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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借陷入这个衰退了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些工厂已经它采购的东西 它已经慢慢减少了减少采购量了 说明订单没有那么多 然后还有一些数据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看就是法拍房 法拍房是什么 就是你当你还不起房贷的时候 你的房子就会被银行收回去 然后收回去以后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拿到比如说2088的 还有一个平台就专门卖这法拍房 法拍比例高了 最新得到的一个数据 我看到的是2017年的是9000多套 现在在2021年的话是有168万套 翻了587倍 差那么多 对也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还不起房贷了 你说去年是不是2021年 不是2017年的是9000多套 2021年是168万 对对对我说就比去年吗 比2017比去年 那有没有2020比2021的 或2019 这个数据好像我没怎么看到 我可以去查 但是我最近没有查到 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2017到2021的这个差距 的确是非常大了 这是太夸张了 所以说就是说明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口袋里面没有钱了 没有钱的话他就还不起房贷 对对对 那他就是能断供 对就把牌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指数 我想说的就是PPI和CPI的减刀差 就是说最近几个月的这个这个PPI大概都保存在 您用中文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怕网友听不懂 包括我个人 PPI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就是指说比如说我制造这个东西 我在出厂的时候我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然后CPI就是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就是说我在这个比如说超市里面买到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OKOKOK 那假如他现在的这个平均的比例 我看前面六个月大概都保持在了大概10%左右 也就是说他的成本每个月都要大概增加10%的样子 就是同比 但是我们的CPI呢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CPI呢 只有大概1%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胀只有1%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价格 只涨了1% 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成本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不敢涨价 那这个中间的剪刀差 中间的剪刀差 那谁来承受呢 就是制造中间的 反正就中间的所有人来承受这个损失 就是这样相对损失 对这个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直到有一天他们就会开始说那我们涨价吧 那我们那你买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这个东西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他最后把所有的通胀的这些东西 从成本 他的原材料传递到他的就是最后的产品端 这个成本的话就会变得就是你的通胀就不会再考 想象会有1%了 但是我们再看我们再看这几个月 我们的这个因为封城是产生了一些东西 产生了一些宏观的影响 我们站在一个国际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假如说我要投资在一个国家投资的话 我希望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局是稳定的 经济是繁荣的 然后劳动力成本是低廉的 还有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大环境都要是稳定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于说很多城市 他们的执政者不是特别敢于就是说承担一定的政治 政治成本 这呃他们特别假如说有一个很多城市都是 比如说我们那边呃江西有一个地方叫物园 呃他们前几天有一个确诊者 嗯然后整个城市就封掉了 嗯那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的话我会愿意 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呢 我又会愿意去物园投资吗 我肯定是不敢的我不知道 对假如说我今天去投资的话 我这厂房见到一半我会不会 哎他就跟我说暂停 你要一个月以后你再来重新捡 没错那我是这个这个风险 对太大了 嗯这个东西就是宏观上面的 当这种呃这种呃连锁反应 疫情产生的连锁反应产生的影响 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去考虑到呃 或者说可能就是忽略了这样的成本 那有一些人 您讲的我呼应前面那一个 他说教培业 他他因为一个他他们那边因为有一个阳性的 所以又往后延了两个礼拜开工嘛 那所以就是导致假如我还没有入这一行的 我就会评估这个这个风险 就哇那现在我就我就不要这样投资 就在大概这个意思啊一样是这个意思 那对我我呼应你的话就是说那我不仅仅是进入这一行 我现在就变成了我进入中国 嗯我要是不要在国内投资 嗯那假如说我是一个国际的这个 这个一个贸易商的话 哦现在我的越南我已经开放了 嗯泰国已经开放了 的南岸啊国家都开放了 那我要不要换到那些国家去 对没错 呃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就是前一段时间香港在封锁的时候 嗯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些 比如说花旗银行 比如说一些银行的一些大佬 就是那些资深的副总裁 还有那些人 他们都已经从香港转到了新加坡去工作 因为他们无法承担隔离 还有就是说这种封城带来的成本 他们不愿意负担这样的 所以他们决定转移到新加坡去 同样的 你会看到可能有很多资本会转移出中国 去可能东南亚国家 就是环境相对更宽松一点的国家 这样子的压力会传导到我们的居民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会减少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共体时间 然后就会说 现在我们已经拿出很多钱来了 你能不能降点心 我们的话我不踩你 但是你降心可不可以 他说你休息几个月 我几个月以后我们财政状况更好一点后再来 那会传递到消费者的手里面是什么的 会说我要停了 可能我接下来三个月都没有收入了 那我去干嘛呢 我没有办法去工作 因为封城了 那我就少花点钱吧 那我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又会降低 然后因为我没有收入 我的居民的储蓄量一边会降低 因为你同样一边你说如果说我没有收入 我的收入储蓄是肯定是越来越少 但另外一边有工作的人会怎么做呢 美国人告诉我们的是 我会尽少花钱 我要把钱存起来 万一我哪一天没有工作了 对对 整个紧缩了 那你这个整个就紧缩了 那你的消费就没有动能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3月份的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有很多的财经专家 福利产的专家 这行业都说央行啊 政府给点利益 你要降低储备金率啊 准备金率啊 你要降低这个利息啊 然后把这个市场搅和起来啊 市场能够搅和的前提是什么 是有经济动能 是有利可图 作为商人来讲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在 比如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它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在陷入停滞 我只能预期更小的城市 它更没有办法承担这种疫情 数字增长带来的政治压力 那只会疯得更狠 春节的时候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比如说我在上海 我要比如说我飞回上海 现在我要隔离14天 我还要自主隔离7天 我回到江西 我可能我还要在 我们当地的要求 可能还要我在家里面隔离 那我怎么可能回得去呢 我当然就回不去 那同样的对于一个商人来讲 假如我要来投资你们的当地 我怎么可能进得来呢 因为我还要 承受不了这个成本 各方各面的这个压力 最后都会传导到经济上面 导致这个经济就很难以危机 然后我们再讲回到疫情方面 疫情方面 刚刚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医学博士 他讲了一个点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讲 说假如说很多人都得了病的话 那就是在练鼓 那我们要是我们这个国内不就是说 我们不让那些人进来 我们坚持清零 我们就不再练鼓 但问题是我们只有14亿人 世界上有70亿人 也就是说除去我们还有56亿人同时在练鼓 只要有一个国家说 我今天我不清零 我在打仗 比如说我在利比亚 我现在大家都得了病了 但是我还在打仗呢 我怎么可能给你封城呢 人家也不会听你的对吧 那突然有一天我说一个利比亚的商人 突然哪天脑子已经想不开 我说我要来中国投资 我来看一看 那他就把病毒带进来了 除非中国也国门也封了了 全封 但不可能 只有这样子 而且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能进 因为我们最近几个月都看到 有很多很奇怪的案例 比如说我在信上面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我在咖啡机的内胆里面 检测到了新冠低病毒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例子是 他们在从韩国进口的衣服的 六口上面还是灵口上面发现的新冠病毒 太可怕了 那你怎么可能能够 怎么可能能够封得尽呢 所以清零在现在的这个 就是说这70亿人不是一条心的前提下 是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面对 而且不好意思我打个岔 我打个岔 就算人类一条心 那个动物上面还有新冠病毒 这个鸟类就是服务类动物 这个好烦啊 对 因为据说有一个检测说 美国的鹿好像已经有70%的已经感染了新冠 对啊 所以这个还不是人类的事 好 那你继续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我的老板他感染我Delta的变治 他说那几天他过的是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天 但是他没有去医院 但是他说做得很难 他有一条狗 他的狗跟他特别的和谐 每天那个狗就会舔他 哪怕是在他得新冠的时候他也舔他 但那个狗没有得上新冠 或者说可能新冠病毒对他没有作用 只是他感染上了 他可以carry 就是可以携带 但是他不会治病 OKOK 那很有意思的 对 好 你继续 回到讲到这个 我们讲到哪了 你讲到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全人类 对对对 就是说不可能14亿人就不练古 但其他人在练古嘛 这个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讲回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讲回到这个封城 就是共存还是清零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终不得不面对的就是 我们必须得共存 但是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拉的声调拉得太高了 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说哪个哪个国家躺平了 另外一个又说哪个哪个国家放弃抵抗了 然后再说你看我们房的有多好 皆知清零 你看我们的安居乐业 这就会给大家一种很强的印象 就是说清零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 当你在这种的大前提下 你没有在前面就铺垫很多说 我们在开始探讨 起码我们不说今天就开始清零 我们不说今天就开始开放 但是我们起码开始探讨在民间发起这样的话题 从来没有见到过 只有民间的很少的一部分人可能经受过疫情的影响的人 才会开始说我真的撑不住了 但是官方没有这样的放出消息来的话 探讨这样的话题的话 人民的想法是很难改变的 在这个大环境下 你看到你的调查也显示 大概有70%多的人都是坚持清零的 那习虎难下 现在的政府我相信他们不是傻子 他们看到这么多数据的时候 应该是今年的GDP的目标是5.5% 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 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城市都疯了的话 你是很难很难达到的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是提出各种各样的数据面的东西消息 那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样的问题 这些东西今天可能影响不到你 但是明天可能一定会影响到你 哪怕你是公职人员 去年中国中央政府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达9万亿 9万亿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转移支付呢 就是说地方没有钱了 地方没有钱才会要转移支付嘛 那没有那最后一天 有一天就会变成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不就裁公务员吧 要不我们就降薪吧 比如说有国内的有的人说的 所谓戏谑的说的防疫爱好者 指那些在防疫里面可能一定程度受利 或者是说没有受到影响的人 最终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经济的大环境不好 它不仅影响的是一个人 雪崩的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迟早会影响他 只是说他排序比较后面 不代表他不会被影响到 当然前面的就真的可怜 我现在看到很多 我经常看那些抖音案头条 有很多人在上面求助 有一个老奶奶她得了癌症 她要去化疗 但是她只能走路去化疗 因为地铁也停了 车子可能也开不出来 最后是警察送她去的医院 我看到这样的例子的时候 我觉得很压抑好吧 我只能说我很压抑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这句话肯定是会被人骂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病毒没有这么恐怖 我觉得人心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骂上海 说你怎么投毒 骂留学生说为国建设你不行 千里投毒你最强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话 不管是在国内外的话 我觉得都是很冷漠的一种说法 一种做法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些理解 不要多有一些同理心 然后的话看到一些跟你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看看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底层的人 他们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我希望大家不要光为自己着想 最后我就想说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不是有人说 经常说老人怎么怎么样吗 你们家的老人感染了怎么怎么样 你们家的老人的时候全都死掉了 你的时候就会哭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自己在美国的感受是 这个病毒确实感染力很强 但是它的致死性确实不强 但对于大部分的最后致死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就是说慢性病 基础病 基础病 对对对 然后我看了最近的美国的最近三年的死亡数据 2019年到2020年的话相比 2020年的死亡的人数大概多了40万 差不多就是新冠大概那一年死的人数 但是如果说对比2019年和2021年的 就是说整体的死亡人数的话是持平的 基本上是大概维持在百分之 我也不记多少了 大概是反正是一个持平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医疗设备跟上来以后 你的这个医生医院里面的医生和这个护士 就是说医院有了准备了以后 比如说呼吸筋什么都有足够的能够上了以后 我觉得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说 只有重症的说 才是真的需要进医院的这种观念的时候 而不是说所有人都去挤兑医疗资源的 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们能够开放的时候 但我希望那一天会越来越早的 我觉得拖一天真的是 每一天都是都会增加更多的问题 越拖就是 了解了 就越出问题 就是现在如果这种清零状态下 其实每一天都在付出社会成本 就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 对但是共存也有共存的成本 就是说两者要怎么权衡了 好了 是 好了 那个非常谢谢NICE 谢谢NICE你的分享 好好好 谢谢 我是十年老粉 我再 你最好是十年 我才 对对对 那个新疆的集中营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你 那也没有十年 那一年而已好不好 好好好 OK 一年啊 什么十年 好 OK 好 谢谢谢谢 谢谢NICE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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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